现在几时了 再过半个时辰 就是几时了 你将礼制书卷拿来 我再温习一遍 是 殿下 崇林 帝君他去了何处 崇林不知 不过殿下莫要担心 想必帝君只是被 及时一时牵绊 恕崇林斗胆 倘若今日帝君不能赶到 不若将今日婚宴 办成一个寻常庆祝的酒宴 我其实也不在意这些 只是今日 我爹地和娘亲都来了 他们筹划多日 就是想要将这场酒宴 变成真正的婚宴 如若帝君不出现的话 只怕会让他们伤心 殿下 当日下发喜帖时 明确说明了此宴 乃是补办的亲宴 至于补办的亲宴 该是何样 仲仙都不知晓 办成寻常庆祝酒宴 全当借此名目 让仲仙饮酒聚会 也不算突兀 更不会 伤清秋家人的面子 这倒是个好法子 帝君他从来不喜燕淫敞和 就算自己的庆宴 他都未出现过 万一今日不出现 应该也不会引起误会 崇利 你能替我顾虑到这些 我很感激 殿下 帝君甚为看重婚宴 倘若今日不能赶到 必定是身逢大事 帝君他绝非不顾念殿下 我相信帝君 这么热闹 想必九业已经开始了 帝君 你到底去了哪里 久儿 娘 你童娘老实讲 今日这种大日子 帝君他为何没来 娘 帝君他确实有事耽搁了 可能是突然发生些变故 娘 你就别太担心了 那他可有说 去了何处 为了何事 帝君怕我担心 这些烦忧的事情 他自然不会同我讲 可是娘你看 崇利是帝君最信任的人 这之后的事情 崇利也已经办得非常妥贴了 想必一定是帝君有所吩咐 娘 你就不必太担心了 可是久儿 可是久儿 帝君他就是迟了想而已 再说 这本身就是补办的婚宴 我已经是帝君的帝后了 这些虚礼我也不在意 帝君 他为何到婚宴结束都为现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帝君他临时有事耽搁了 什么要紧事 能让他缺席自己的婚宴 是 爹爹 帝君他确实是有要紧之事 不如这样 娘亲和爹爹都先回青丘 等帝君将事情处理妥当回来之后 我带着帝君一起 去青丘向各位长辈请罪 所谓的要紧事 便是在承亲宴上丢下你 反去同魔族的姬衡纠缠不清 姬衡 是 姬衡的事情我也是有所知晓的 姬衡他种了秋水毒 一直仰仗着帝君来给他解毒 帝君也是因为对他的父亲 有所承诺 所以才一直怜悯他事意相救而已 怜悯 为何我听闻 金尘他抱着姬衡 威风凛凛地从白水山出来 静止往魔族去了 听说彼时那位公主 柔弱攀在她怀中 可看不出只是出于怜悯 这位公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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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此事知晓的人不多 否则传到八荒众神的耳朵 我们白家的脸面 却在何处 以前最爱吃甜食 现在偏要吃些咸食 一定是滚滚想吃了吧 滚滚呀 你一定要生得又白又胖的 届时娘亲把你养大之后 就带你去青丘见家人 可是我最害怕的 就是你的外公外婆 他们会强行让你的父亲负责任 所以我也就只好先掌后奏喽 委屈委屈你了啊 这些人都在学习了 滚滚都上学习了 想想这凡事也带着着实物去 不如换个亲近的地方 隐居一段日子 娘亲娘亲 我回来了 滚滚回来了 头发白了 来吧 等药染一染了 嗯 坐下 娘亲 为何学习中童子们的头发 都是黑色 我的头发天生是银色 因为我们是神仙啊 头发颜色自然与其他人不一样 嗯 嗯 那其他小线童跟我长得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嗯 当然也有一样的 等你回去 见到了阿黎你就明白了 娘亲 阿黎是谁 阿黎她也是个小线童 你该换她叫做舅舅 那她的头发也是银色的吗 嗯 不是 是 是黑色的 都是小线童 为何头发颜色也不一样 嗯 其实我们神仙呢 不太在乎头发的颜色 但既然我们在凡间 那就要讲究凡人的规矩 坐好了 染染头发了 那我们回去重天就好了 这样我就不用再染头发了 好 我们会回去的 但是娘亲 想带你在凡间到处转转 好 管管都挺娘亲的 这陀螺真好看 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是 是我爹爹做的 你爹爹 对啊 我爹爹可厉害了 不仅会做陀螺 还会做风筝呢 你要是喜欢 可以让你爹爹也给你做一个 可是我只有娘亲 没有爹爹 你为什么没有爹爹啊 有娘亲不就够了吗 但大家都既有娘亲 也有爹爹啊 都有爹爹 娘亲 娘亲 怎么了 滚滚 滚滚有爹爹吗 没有啊 你是娘亲一个人生下来的 可是我学书中的同伴 我学书中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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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小仙童嘛 在神仙的世界里 是可以只有娘亲没有爹爹的 哎 仙界怎么跟人间差那么多 人间的大人都不和孩子抢糕吃 都是大人半夜起来帮小孩子盖被子 小孩子必须都有爹爹的 该不会是娘亲你瞧我没法子求证 就拿仙界当借口吧 我们滚滚一定是刻意压力太大 现在都变得不乖了 要不这样吧 明天逃学一天 娘亲带你到山上去 吸收吸收日月清华 娘亲 不要每次说不过时 就拿河西北风来威胁我 好啊 好啊